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有沒有很驚喜在週日以外的時間看到我啊 還是大家根本不知道我是週日固定發片 沒有關係 總之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不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在健身時都非常實用的藍牙耳機 尤其是在健身時聽聽音樂確實能讓你的心情愉悅啊 提升運動續航力 不過前提還是播放的歌曲要是自己喜歡的 像前陣子很有名Eddie Sharon的《Shape of You》 然後幾乎走進每間健身房都在 《Shape of You》 不是不好聽 但是偶爾也會想聽聽 HTC啊 鋼真弱勢啊 或是熱血動漫歌曲 那這就是廠商寄給我的 Soodio Tread運動藍牙耳塞式耳機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給它開下去 這包裝盒看起來也是簡簡單單乾乾淨淨的 大家看到這個設計可能會以為要從上面把它抽出來 或是從下面把它推開 但其實不用 一招輕輕的從河蓋旁邊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它裡面設計也是非常漂亮 好 那現在就帶大家來打開 打開的時候這個上面這個是耳機的本體 下面這一盒 特別說一下 這盒裡面有附中 耳機套 這張是寶卡 這個是說明書 然後裡面還有 充電線讓你備用的耳機套 那這個耳機的造型我要特別說一下 那當時打開的時候 我認了一下 後來才知道 這個設計叫做 弧形 耳勾 耳塞 雖然這種設計好像已經出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對於第一次使用的我來說 真的是有被它的外型驚奇到 那像我的耳皮比較外翻 我想應該蠻多人跟我一樣 除了耳道式的耳機以外 其他像是什麼 腳殼色的耳機都非常難配戴 甚至有時候進行到一半 還會從洞口滑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掃興 所以一開始看到這個耳機的時候 我以為我都沒有辦法配戴上去 但是這種 無形耳溝耳塞設計的耳機 配戴起來真的是 舒服穩定又牢固 你只要順時針往前滑入耳輪 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健身了 基本上所有重訓動作我都測試過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就連舉咒或是拳擊 它都牢牢的吸附在我的耳朵上 那音質上面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聽歌 抒琴搖滾金屬流行都會聽 所以對耳機要求是蠻高的 他們家的耳機我聽到現在 目前高低音頻都還蠻舒服的 接著我來測試一下 大家最在意的藍牙接收程度 好的那現在我請蔡老師拿著手機 站在櫃檯 等一下他會隨便播 播他想播的歌曲 然後我會把它哼出來 我們來測試看看 Sudio的藍牙傳送品質如何 現在距離為六公尺 準備好了嗎兩位 孟軒請下音樂 我們超市平常怎麼聽這種歌 第二次實測 從健身房外進行測試 兩位都準備好了嗎 好那就開始吧 好那些 那些這個傢伙在放周杰倫的雙結棍 對現在都還聽得清楚 但是走過來之後就有一點斷斷續續的 不知道應該是因為隔著玻璃的關係吧 喔等一下太大聲了 應該是因為隔著玻璃的關係 那距離也大概十幾公尺吧 對所以前面講到的 可能放置物櫃啊什麼 就還是建議大家把手機放在 靠近身體一點好了 就是中間不要有設備物 雙音品質會比較清楚 那這款耳機啊官方上面是顯示說 充滿電大概有九個小時的續航力 那像我自己一次健身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目前是還沒有用到沒電鋪 另外開放式的音響設計 在配戴耳機的同時也能保有對環境音的警覺 欸 救命 救命 蛤 好的那整體來說這款 蘇利Lotre運動藍牙耳塞色耳機 那用到目前我都覺得還蠻舒服的 有興趣的朋友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逛逛 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輸入了折扣碼 Mustle Guy 全館商品都有85折優惠 另外5月31日以前購買 廠商會再送你一個夏日拖特包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未來大家有想看什麼類型的開箱 也歡迎留言給我 我會用額外的時間來製作這類型的影片 我是劍人嘉義 下次見 掰掰 Mustle Guy Mustle Guy Mustle Guy